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讲了一些在上海发生的事情 韩正被免职了 他讲挺细的 现在的纪委书记带领了市长的职务 栗战书带领了上海市的市委书记的职务 有这么一连串的讲法 我昨天节目当中已经跟大家分析了 我说把黑龙江省的应该是中组部部长 调到上海任上海的组织部部长 上海的纪典委书记现在是上海市的常委 而另外一个人原来的组织部长英勇 成为了上海的应该是副书记 我说这个肩架结构就造成了 把原来上海的市委的隶属江泽民的人马全抓了 这个上海市还会运作的 我昨天节目当中已经提到这说法 但是今天朋友拿出来整个那个东西 我找了一下没有得到证实 那还是谣言了 没得到证实 没得到证实现在 那与此同时呢 很多网上讨论就说 似乎反腐要收手 就是反腐现在面临的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讲说文人有时候真麻烦 对吧 为什么讲真麻烦 他提到就是现在的反腐呢 设计的面太广 设计到中共的 中国社会当中的整个精英阶层 今天中国社会的精英 他们这一批人是在当初恢复 文革结束之后 恢复高考之后的最早的这批人 我们这批上大学的人 没错吧 而这批人在八九六四时 已经进入了社会 而很多成为了当时社会当中的 主要的比如在大学 科研部门 企业当中任中职 就中层职位 六四发生了 这些人经过文革 又经过恢复高考 然后面对六四事件 这些他们都经历过 到了今天 在六四学生的血 依然没有任何人去承担责任的情况下 这些人成了鹰头 精英啊 鹰头 换个角度讲 是这个制度的获利者 我相信你不会反对我的说法 而这个制度的获利者的最大的代表 代表之一了 江泽民 这个周永康 被打掉之后 看到的呢 他把前妻杀了 把原配杀了 娶了一个中央电视台的女孩 这是事实 对不对 而周永康 同时 就像周末支班似的 把与自己后任老婆的同事 当然是女孩子了 也走了一遍 巡视了一遍 仔细检查了一遍 从里到外 我想问你 在今天如果他真的要反腐 真的要想恢复正常生活的话 如果今天中国社会当中的所谓的精英 要不感到惆怅的话 他就不叫反腐 他就不叫恢复人性 所以在反腐当中 我们会看到他如果真正反腐的话 这就是大面积 我也跟大家讲过 现在不叫反腐 有人不信 这就是个说辞 王岐山自个说的挺清楚 治表不治本 争取时间 那世界新闻网有篇报道 翻译的是这个美国媒体的 那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反腐清洗 中共精英陷入恐慌 随着习近平掀起的反腐范围不断扩大 涉及的人员远不止刚被宣布接受审查的周永康和他掌控的部门 很多其他高层官员以及同僚下属都感到了这种恐慌和恐惧 被查判的官员不得不乖乖向命运低头 我觉得这个词用得非常好 我说句换个角度讲吧 这叫报应 真的 这叫报应 我一直说天灭中共 很多朋友那时候不相信 我一直说你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就不敢 咬着厚草牙 横着自己小脚目鸽 脚趾头的小脚目鸽 就死不成长 华尔街日报讲 迹象表明中共当前的反腐运动 并非中共内部周期性的普通权力争夺 而是一场清洗 我刚才也跟大家解释了 我对清洗这个词不反感的 如果每天跟你讲廉政的 讲真操的人 底下连裤头都不穿 或者刚从后面那屋里出来 裤子都没系上的 上来往那一坐上头穿挺好的 讲真操 这社会什么社会啊 能不洗吗 洗的人你不得不说 他做的对了 这也引发了一些观察人士的讨论 讨论焦点就是这场运动 是否会波及到其他领导人及其家庭 我觉得华尔街日报刚反映过来说 这不是普通的周期性的权力争夺 一位曾经在中石油出事之前 常与这些高管交往的人士讲 他们有着一种被动的 无可奈何的感觉 另外一位银行投资家说 前一天你还与那些官员 坐在会议室里谈交易 第二天他们就消失了 你根本想不到会出什么问题 而另外一些官员选择了自杀 而不是遭拘捕或者当众受辱 我跟大家描述过 过去的二十年是大国崛起 你现在不说大国崛起了吧 没这词了吧 所以一切的一切 今天发生的一切 是这些人过去的报应 有些朋友不太愿意接受 你情感上的不接受 只能说你是个弱者 你要面对现实 我觉得每一个人要面对现实 这是我们生活的真实的环境 今天中国社会走到这步了 文章接着讲说 利用腐败来指控清除对手 是新领导人上台以来 巩固政权采取的惯用手法 那周永康落马符合这一模式 我说这是一个说法了 对吧 这是一个说法了 周永康从 石涛是三月底四月初说 周永康死定了 一直延续到今天才死 对吧 清除对手 哪那么容易啊 扫扫地啊 不是的 对吧 我觉得这些都是文化词了 没跟你说回家读书去 你读不出来 得知道做人 文章也讲 不过这是习近平掀起反腐败风暴的唯一动机 那么预计这个风暴将会逐渐平息 因为到现在有40名副部长或者更高级别的官员落马 他说习近平积累的权力已经超过了邓小平以来任何一届中共的领导人 再次掉入共产党的框框里 这个我们知道26号的习近平的讲话里面有一段说这话 谁怕谁啊 说弄掉40多个官员了 30多个部长了 一个政治局常委了 两个政治局委员了 差不多了 这都是同一的说法 那我个人的说法还是这句话 当反腐者今天停在这儿 明天他就人头落地 开宫没有回头见 这是今天所有人都在说这句话 承认这件事了 那在温家宝 Tries这个薄熙来的时候 我说这闸刀拉开了 谁也停不了了 不可能了 记住那话 顺天意而为之怎么做都成 逆天意而为之怎么做都不成 今天的天意就是拒绝邪恶 恢复人性 恢复每一个人的尊严 这个消息 启人性 启人之声 启人之声 无尊世 疗 余人之声 Youtube 我给我们的 不ker 我给我们的 天意 启人之声 云南大地震的死亡人数越来越多 德国之声写了篇报道这么说的 杀人的不是地震而是建筑 其实每次出现类似灾难的时候 我个人的心里都是最难忍看这样的题目 但每次出现地震这种自然灾害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一定会有这样的内容 而且这个内容却是真实的一面 文章里提到了有一座房子是1949年的建 是它叫龙头山供销社的一个三层木楼 没有倒 其他地方都倒了 这个照片上也有 被很多人都很感触的 他说无独有偶 另外一个拥有234年历史的清真寺 它也没倒 完好无损 这也是令人瞠目结舌的 然后当地的这些难民们直接说 老祖宗们的建的东西一点都没问题 而我们的房子全裂开了 而老祖宗建的房子连点灰都没掉 所以有网友称还是祖先厚道 那有另外一个网友讲 每次地震都普及一次 就不能加强一下房屋的质量吗 古人的建筑怎么不打他 好好的 希望这一次重建家园时 把房屋质量摆在第一位 我觉得这个说法非常的可悲 无奈和可悲 哥们质量要建的太好的话 那个就挣不着钱了 就这么一句话就完了 第一个 第二个 原来老祖宗盖房子的时候 都是为人考虑 今天人盖房子 干什么东西都是为自己考虑 不是为人考虑 这事就这么回事 所以说我们今天是 恢复人性的年代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